老年的一个夏天 天气热的出奇 这是一个姓柳的穷书生捧着本书 无精打采的来到村口树林子里避暑用功 突然 一股冷风袭来 柳书生不由的打了一个寒颤 柳书生抬头四下张望 就见自己的不远处 渐渐的出现一缕黑烟 那烟雾中 渐渐的走出来一个老婆婆 柳书生 赶忙站了起来 那老婆婆用一种非常热络的口吻说 哎呀 公子你年纪轻轻 文采过人 咋不娶个媳妇呢 身边要有个人照顾呀 就不用天天跑到树林子里用功了 这老婆婆莫名其妙的出现 柳书生非常的诧异 因为她自幼就喜欢看鬼怪书籍 自己这肯定是大白天的见鬼了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心里这样想 嘴上可不敢这么说 柳书生于是就推辞说 在下家境贫困 尚未考取功名 怎敢提婚派之事 那老婆婆听了呵呵一乐 说 公子你多虑了 现在有个好人家的女儿 那可是容貌绝美 家世更是显贵 并且还有很多的陪嫁 公子你愿不愿意娶啊 在下寒窗 苦读多年 尚未有任何功名 怎敢想娶亲的事情 这位老婆婆 就不必再费唇舌了 说到这 柳书生的态度已经很明确 想着这老婆婆 应该知难而退了吧 那曾想这个老婆婆 并无放弃的意思 她接着说 公子啊 我们家小姐是通达之人 不讲究那些功名利路之类的 即便是公子不按照六礼来迎娶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现在就为你操办此事啊 你就等着晚上 接新娘子动访吧 柳书生还没来得及表态 那个老婆婆一转身 瞬间就消失了 柳书生障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只得苦笑着摇摇头 谁知道了晚上 老婆婆突然就出现在了 柳书生的房间里 笑咪咪的说道 公子啊 新娘子来了 还不赶快去迎接呀 柳书生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这聊斋故事里的事 竟然真就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老婆婆 你这是干的什么事啊 不经过人家同意 就硬要往一起绑 这不是拉郎派吗 说着 就要往外轰老婆婆出去 就在这时 门口忽然生起一股白烟 并且还弥漫着淡淡的香气 柳书生不由地向院子里看去 就见院子中央 站着一个容貌绝美的女子 在看院子周围 已经被各种箱子 柜子 摆放得满满当当的 柳书生在看到那女子的一瞬间 就已经傻了 真是太美了 此时屋里老婆婆喊了一声 新娘子快进来吧 只见那女子慢慢地走进了房间里 新娘子站在床边 这时老婆婆对着柳书生说 公子啊 急事已到 请新郎新娘入洞房吧 说完就消失不见了 屋内只留下柳书生和新娘子 三天后 一位老婆婆突然出现在一个书生家里 用热情的口吻说道 哎呀 公子你年纪轻轻 文采过人 有考虑娶个媳妇吗 我家小姐可是通达之人